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明年的收入减幅将近七成 也就是短少大概30亿 这个会影响到整个体育的推广跟国民健康 我看这个数字里面很清楚呈现 明年的运动发展基金的收入仅剩14亿左右 较今年的预算45亿 事实上短少了30亿 减幅达到68.56% 而相应明年的基金支出是稍有增加 就是大概是22亿多 那么这样子收入跟这个支出相抵 大概短处了8亿左右 相较于今年我们剩余23亿 这样子一加一减 就增加了短处31亿 那么依照运动发展基金的预算书 明年度大概这个我们的运动发展基金会首度 这个跌破100亿 从105亿大概降到97亿 那么如果在这个趋势下去 我想迟早也可能会破产 我想部长你是做这个运动发展基金的召集人 我想对这样的趋势 当然我知道有涉及到运动采券相关的问题 但你不能只推着给这个 你是召集人 你跟我们说明一下 你有什么因应的作为 好我想这样子 您刚刚讲的数字基本都是对的 现在大概今年到年底 大概是确实我们总的基金 reserve会有105亿左右 那当明年预算是用负8亿的赤字 8亿的赤字来看 所以到明年年底确实97亿 那我们也跟这个新街的 未来街我们运动采券的这个厂商 威刚这里 我们也积极的来互动 那他们现在初估的情况是说 至少先从收入这个角度来看 平均他们因为会比较多样的来做各种选择 所以说一年大概可以到达220亿的这个收入 那个部长 有关威刚跟运动采券 我待会详细一问 因为那个是签10年的约 那个也不是你现在能够决定 我说做一个运动发展基金的召集人 你怎么要去因应这个趋势 你有什么积极的作为 因为这个东西很牵 马上就影响到我们体育预算 这个锐减之后 冲击是非常大的 第一个我们过去的大概支出大概都22亿 我们希望务必尽快的 至少先让我们的收入面能够到达22亿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做到的 作为一个召集人 一定让他在短期之内我们也去看是不是可以平 这个是一个第一个要做的 当然对于运动的发展 我们其实有很多元的来做 我们也跟企业界去互动 我们也了解 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教育部跟体育 跟这个体育署啊 跟这个企业界形成了一个平台 那你就要照顾我们 做直接平台 你的目标 然后当然这不是说法定的 一定有办法达到 你的目标作为 跟哪些努力 要让社会知道啊 不然的话我是觉得 我们至少运动发展基金的素质是降低的嘛 你不能讲说我尽量去努力 也许这个民间经济好 有一些企业家也愿意投资 成效在哪里 也没列入我们的报告啊 是 所以因为这一块谈的是基金嘛 基金的部分在为明年这一年 确实如同 就是您的分析现在是 确实是这个情况 可是呢我也听了他们的一个报告以后呢 我希望进一步的要加强 就是说他们可能比较更多样性的 去做相关的选择 未来投注的方式是可以有增加的 当然 部长 我知道我在问你哦 运动发展基金的这一个里面的委员啊 是什么组成你知道吗 有 都是在房币的比较多啦 然后不管就是有一些 这个运动团体的代表 缺乏经营管理跟心力 能够去促进啊 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收入 或更多的民间的一个投入 我想这样子啊 他的组成里面 检讨一下那个委员的组成啊 谢谢 这个其实我也亲自召集过好几次会议啊 我也看到里面有产业的 有投资面的 有这个房币的 其实或者是从法 从这个角度 其实是都有 可是谢谢 从您的这个建议里面 我想我们如果在新聘的时候 这一部分我相信我们从投资 或者进一步的发展的角度来看 我愿意在这方面增加一些人 因为哦 运动还是也是一门好生意啦 运动产业啊 其实真的是哦 很多人愿意投入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委员里面 去找到比较有亮点的 有创意的 而且甚至有社会公信力 而不是哦 里面哦 五分知识哦 都是政府或相关的组织的代表 我们也有产业界的代表啦 也有这些业界的代表相关 或者是创投的这方面的 好像有一两位哦 不过我想我会愿意全面 委员的这个建议 我也愿意全面的再去看一遍 未来我们在做新聘的时候 可能可以再做适度的一些调整 好 运动采券发行条例 当时我们立法院在2009年通过的时候 就是有助于 有建议啊 因为我们的这一个运动的 体育的相关的预算 大概仅占 我们总预算的千分之三到四 所以给这样的一个条例赋予啊 采公益采券盈余的 百分之九十哦 专攻主管机关发展体育运动之后 百分之十才拨到 公益采券啊 就运动采券的九成 到主管机关就你们在用 百分之十才是公益采券 是 但是减少这么多哦 你的具体的因应作为是什么 我想这样子啊 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啊 因为其实这一部分 当然这一个运动采券的整个的发行啊 这个跟它的volume有关系 最后我们十percent的益源拿来这个提拨作为 其中的九十percent 也如同你刚刚这样讲的 这一部分的这个处理啊 当然你要大幅度的去做增加 其实是确实有困难的 因为其实这个富邦他做这一期啊 其实确实也本身就已经有状况 虽然他promise要45亿或多少 可是实质上他的这个营收啊 已经超过他可以复合 不过从一个长久的发展来看 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说它是稳定的 稳定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收支希望能够平衡 过去的reserve有100多亿 我们也要善加利用 那部分事实上我也请他们去做检讨 这1505亿的这一部分 不是只放在定存里面去升利息或相关作为 看看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配套 可以作为以后 一部分的拿出来做某种程度的 当然因为你做投资就有风险 可是可以在在适度的规范情况下 考量风险的情况下 去做适当的调整的处理 不只是放做定存 我具体的建议除了人应该做一些调整之外 最重要是其实 这一些彩券的销售量没有增加嘛 那这个就涉及到说 当然我们委托他办理 也签了约 可是事实上有很多促销的活动 如果你这个量不增加 事实上是很困难 而事实上为什么大家对这个所谓的运动采券 没有办法增加这个购买 这要去检讨 这个部分不是因为富邦经营没有办法达到预期下坏了威钢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包括保证盈余相关把它降低 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认为这是个产业应该是要持续成长 怎么会反而我们去限缩了 因为富邦经营的问题 你可以继续讲一下你有什么促销 有什么样能够促进我们运动采券能够更盛行 虽然我也不赞成赌博 可是如果相当参与运动的人 合理的去做一定的增加 我相信可以做了 其实它是有一点两面刃 就是我也很难从一个教育的一个立场说 我们大规模的增加投注 这个其实我们必须也做一个平衡的一个思考 可是我愿意从一个成长的角度 至少或者平衡的 平衡预算的角度来看 那你可以持掉召集的 你可以更有这样的力量 来做一些努力 刚才讲事实上他们投注的这些玩法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组合 也增加很多的赛事 譬如说他也把LPGA 把这些其实放进来 所以说让这种投注的可能性 其实有增加 那我们如果国内本身 譬如说我们的自己的棒球 如果表现越来越好 大家更多的人愿意去看 愿意去某种程度的参与 他也许也从一个 也许做适当的一些投注的概念 去做这个事情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多面向的来做 那他们其实做的分析里面 我也看到了 就是说未来十年 一年有220亿的这种规模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 从现在150亿到1780亿的这样的规模 有20-30%的一个成长 平均来看 我觉得这个努力是应该 我看起来是合适的 事实上因为教育部长也不适合去太 促销这个 但是就是涉及到委员 我刚刚讲的一个组织 以及体委会并入到变体育署之后 这个功能怎么样能够同时兼具 那你是讲说也在促成第五队的职棒 那照理讲也应该会反映在 未来采券的这一个销售量上 这个部分我认为部长 虽然你的角色不一定整个需要 我会找到一个平衡点来做这个事实上的一个 但是需要找到专家 需要你们有人在负责客 这包括何署长 也不是说只是 我们教育部过去是公寓算很多啦 但现在 既然把这个体委会并入 那我觉得就必须要 对于这个运动采券 要有一个好的政策跟推动的方法 是我想这个委员的这个意见 我完全支持我们也会朝这样来做努力 你们跟富邦还是有官司在打嘛 因为他现在还是有数十件的 数验跟诉讼案 也花了我们公寓算不少钱 这个部分其实这个 有关吹缴这个涉及跟他们很多争议 虽然已经陆续都吹缴完成 我认为这个部分要具体的检讨改进 我想我们持续努力啦 当然希望诉讼能够解决啦 那也确实也因为确实原来的估算 那个revenue是比较高的啦 后来也没有办法做到啊 所以造成这方面 不过我们等于一个公家单位 本来该追究的一定全面要追究 要捡到那些诉讼背后所涉及到争议 然后去解决 避免到时候我们诉讼输了 搞不好还有很多的 不会啦我想我们持续的来做这方面的努力 最后我再问一下血产基金啦 因为事实上现在血产基金 当然有这个845公顷 814亿公告限时 只有80 你说是土地的价值 对 那么也有一个国有血产土地被占用清查处理计划 每一年要减少占用面积10%啦 然后我看到喔 事实上整个被占用的这一个比例啦 就是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比如说102年后 这个被占用的土地喔 面积啊是151 这样的一个公顷 那么当然啦 相对来讲 就是这个被占用土地的比例 是稍有减少 但是它的面积喔 我说 工 价值是有减少 但它的面积还是在增加中 那部长怎么样来改善这个情况 承诺 承诺 你们的办法里面排斥跟承诺 是 我做一个这样子的承诺 我也跟他们特别的要求 就是说 发展一个全面的GIS系统 去全面的了解我们845公顷 所有的分配 配置的情况 5年之内 每年至少以20%的方式 至少要把所有被占用的土地 在5年之内全部清理完毕 这个是我想我可以在这里 所以你是一个防救灾也算专家 你要用这一个科学的方法 是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多土地 是 不止喔被二度占用 被新占用都有喔 每个土地的样态也不一样啦 也可以 市中性的土地是不是优先 是 集中 是 能够每一个案子好好来检讨 我刚才说要用一个系统 就是说有系统的来看 各个各个样态的土地的情况 然后分批的去做适当的一个处理 在5年之内能够选择 我希望有目标有齐成 而且有成果 5年之内 5年之内 你不知道在哪里 能不能有更具体管齐 我们前三年就能够看到成绩好不好